桃園藝術绿洲创作增建计划开办多年 今年增建的方式鼓励年轻创作者以桃圆元素 在桃圆的非制式表演场域来进行演出 展现实验创新精神 又可以让观众轻松理解艺术带出的生意 位于我们桃圆旧城区的桃圆米商剧场 我们由历史建筑改制成的小剧场 我们从现在开始 在下半年度我们推出了四大计划 包含我们的艺术绿洲创作计划 还有我们的场地合作计划 以及核心计划跟米粒米粒计划 让我们也培育不同的艺术新秀 然后我们也邀请民众走入街区 桃圆米商剧场从2022年开幕以来 除了保留早期桃圆古商的精神 也化身为表演艺术创作基地 藉此打造为桃圆表演团队 学校社团年轻表演者的创作场域 透过场地合作 跟邀请不同的团队 来我们的小剧场演出 我们在12月份会有成果展示 那也有多长的售票的演出活动 那欢迎大家呢 一起来我们的米昌剧场 感受我们历史建筑的空间 然后也来看看我们精彩的好戏 相关系列活动将从几日起开始到12月 陆续举办 也欢迎市民朋友一同来到 保有历史建筑之美的米昌剧场 参加本年度精彩的富裕成果 记者林队峰长不到